婦女与佛教 女孩也可证明将会好过男孩的结果 婦女在佛教的地位是独特的 佛陀给妇女参加宗教生活 是完全自由的 佛陀是给予妇女宗教自由的第一个宗教师 在佛陀传教以前 妇女的职责只是限于厨房里面 男人们甚至不准妇女进入任何寺庙 或者唱诵任何宗教的诗歌 在佛陀的时代 妇女在社会的地位很低 当佛陀给予妇女自由的时候 受到当时一般社会的势力强烈的批评 她接受妇女加入出家团体 在她的时代是一种极端的激进 然而佛陀容许妇女证明她们本身也有能力 像男众那样证得佛教最高地位 阿罗汉 世界上每一个妇女必须感谢佛陀 因为佛陀告诉妇女听真正的宗教生活方式 并且给予她们世界史上首度的宗教自由 佛陀时代 一般人对妇女的态度 可以在摩罗的对话中 找到好好的佐证 妇女以她们两子般大的聪慧 无望达到圣者成就的高层次 无疑地 佛陀激烈地反对这种态度 我们可以从比丘尼答复摩罗的说话中看出来 比丘尼说 当一个人心里完全专一 而智慧没有缺少的时候 做妇女的难度和男众有任何差别吗 乔萨罗国王听到她的皇后 担下一个女孩的时候 她非常失望 她本来期望生一个男孩 佛陀安慰忧伤的国王这么说 啊大王 一个女孩 可能后来证明是比一个男孩优秀 因她生长得有智慧 有德性 婆婆崇敬她是一位贤妻 她教养的孩子 照样可以做出伟大公职 并统治广大国土 是的 这样一个儿子 属于那高贵的夫人 终成为她的国家的领导 以上是相应经语 佛陀承认 男人不经常是唯一聪明 女人也是聪明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Bear 订阅 终成为咱子 又如何 带大家 下集 为奇广大人 大人 一监 有些人 不经常是 ผ运 温抑 有一个ator